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努力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慎怡勤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炳钧 省政协主席刘小台 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 省法院院长 省检察院检察长 在遵义室集中收看电视直播 共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会场内简朴庄重 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巨幅标语和遵义会议会址图案十分醒目 电视直播正式开始 大家聚精会神收看 认真聆听和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始终沉浸在庄严肃目 辉红磅礴的庆祝氛围之中 现场多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家一致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全面回顾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创造的伟大成就 深刻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 深刻阐述了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必须牢牢把握的九个方面要求 对全党全国在新征程上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大家表示 观看庆祝大会 令人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信赖核心 忠诚核心 维护核心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全力以赴 围绕四心 主攻四化 为开创百姓富 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贵州篇章 而不懈奋斗 各市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集中收看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旦之际 6月30号至7月1号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慎怡勤 率省级党员领导干部 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 重温入党誓词 在遵义红军山烈士林园 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 先后前往前南州遵义市 瞻仰了侯场会议会址 红军强渡乌江战斗遗址 毛泽东同志住址 遵义会议会址等 回顾党的光辉历史 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 汲取前进力量 回望过往历程 省望前方征途 奋力走好贵州新时代的长征路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炳钧 省政协主席刘萧凯 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和党组成员 省法院院长 省检察院检察长 参加相关活动 7月1号当天上午 在集中收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后 慎一勤 李炳钧等 专程前往 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 向红军烈士 敬献花篮 青山不改 好气长存 在深情的献花曲中 两位敌兵 将花篮摆放在 纪念碑正前方 慎一勤 缓步走到花篮面前 仔细整理花篮断带 并驻足凝视 带领全体党员领导干部 向革命先烈 三鞠躬 并缓步绕行 瞻仰纪念碑周围的 汉白玉浮雕 重温历史 缅怀先烈 随后 盛一勤 李炳钧等 来到遵义会议会址 瞻仰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 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在最危急的关头 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慎一勤 李炳钧等 听讲解 看实物 详细了解 利用会址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情况 在遵义会议会址广场 面对党旗 慎一勤带领省级党员领导干部 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在慎一勤带领事下 大家庄重严肃地进行了宣誓 铿腔有力的宣誓声 表达了全体同志 坚定政治信念 和始终不忘初心 始至永远奋斗的坚定决心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凌晨 中共中央在沃安县侯厂镇召开政治局会议 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北中来总理欲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6月30号 慎一勤等驱车来到侯厂会议纪念馆 瞻仰了参加侯厂会议的 十位中央领导人的雕塑 走进一个个主题展区 仔细观看陈列展览 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 一幅幅图片 一件件实物 一段段视频 把大家带回了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慎一勤不时驻足凝视 详细询问和了解有关情况 叮嘱当地 要进一步加强对历史文物的收集整理 更好体现陈列馆宣传教育功能 切实发挥好党史学习教育阵地作用 侯厂会议会指为 木结构四合院建筑 四周青砖高墙 庄严肃木 慎一勤等一边瞻仰 一边听取介绍 深切缅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和丰功伟绩 在红军强渡乌江的疆界和堕口 慎一勤一行 看展板 听讲解 在岸边 驻足远眺 感叹当年 乌江天险 崇飞度的 艰险与豪迈 慎一勤动情地说 面对敌人重重封锁 红军能够以较小的代价 突破乌江天险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我们要从百年党史中 积取力量 坚持人民至上 走好群众路线 紧紧依靠人民 牢牢直跟人民 不断造福人民 慎一勤等 还来到长征期间 毛泽东同志 在遵义的柱址 走进柱址瞻仰 不时停下脚步 仔细观看 陈列的每一件文物 每一幅照片 每一样实物 向工作人员详细了解 有关情况 叮嘱当地 要加强红色文物 周边环境治理 以优美环境 彰显城市 红色文化魅力 申一勤指出 开展这次 重走长征路活动 是在党的百年华旦 这一重要历史节点 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程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一项重要安排 雄冠漫道真如铁 回望过往历程 我们必须铭记 我们党艰辛而辉煌的奋斗路 我们要向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要向为党和人民事业 为贵州革命建设 改革发展 做出贡献的先辈们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而今迈步从头月 眺望前方征途 我们必须创造 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 更续红色血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 坚持理想信念 坚持初心使命 坚持光荣革命传统 坚持推进自我革命 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 不断攻克 新长征路上的楼山关 蜡子口 奋力谱写贵州高质量发展 精彩篇章 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 多彩贵州新未来 遵义是前南州和省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百年历程 波澜壮阔 百年奋斗 成就辉煌 7月1号下午 贵州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型主题情景剧《伟大转折》 在遵义大剧院首演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慎怡勤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炳钧 省政协主席刘萧凯 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 省法院院长 省检察院检察长等 观看演出 遵义大剧院内 气氛热烈 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大幅飙语 显得格外醒目 下午三时 演出正式开始 整场演出 共分为六个篇章 迷途期盼篇章 展现了长征初期 红军连遭挫折 党内希望毛泽东 回到领导岗位的呼声 越来越高的历史背景 遵义会议放光芒篇章 全景是呈现遵义会议上激烈的思想交锋 再现了遵义会议后 广大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奔走相告 欢呼雀跃的历史场景 楼山大捷正式起篇章 聚焦中央红军取得楼山关大捷的历史事件 运用杂技和舞蹈等艺术表现手法 展现了红军将士 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精神风貌 《真理之光要前程》篇章 以狗坝会议为背景 生动演绎了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后 胜利完成改变党的军事领导机构任务的历史过程 《四渡赤水出骑兵》篇章 呈现了红军将士四渡赤水 跳出敌军重围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领航高歌》篇章 再现了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 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的过程 整场演出用艺术的手段 生动诠释了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 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时 全场观众起立 共同高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 今天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贵州各族各界党员干部群众中 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一定要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来自贵州的七一勋章获得者 全国两流一线表彰对象 以及全国先进模范代表等 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大会 心里充满了幸福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指出 越是伟大的事业 越是充满了挑战 越需要知重负重 我们一定要担当起这样的使命 敌立前行 为高质量发展 奋力拼搏 那么今天就有幸出席了 天安门广场的庆典 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 总结了我们党一百年的光辉力神 那么对我们党下部的发展指明的方向 是我们干好一些工作的基本遵循 在现场聘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 真的是热血沸腾 我数次漏润 就是咱们十四多亿 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昂扬奋进的感觉 总书记号召我们全体共产党员 要继续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些努力 这一激励着我们技术团集一心 牢记嘱托 持续巩固 扑平公斤的成果 为助推乡村整形战略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遵义 当地上部群众来到遵义会议会址 城军街 老城区纪念广场等地 大家一起挥舞着红旗 旗唱着红歌 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情祝福 特意过来为祖国感到骄傲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辉煌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奋斗 人民为党和国家努力 我觉得我们是血脉相连 能够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特别的幸运 特别的自豪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这个特殊的时刻 感到非常的激动 将会传承好红色的基因 以奋斗的姿态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今天 省纪委 省监委 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 省委办公厅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 省政协办公厅等机关 和全省各市州 也集中收听收看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 在大会上专严宣告 经过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作为刚从脱贫攻坚战场 回来的祝传第一书记 感受尤为深刻 在新征程中 我们将坚决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奋力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我们党的宗旨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工作 也是为了基层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提供最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在乡村振兴阶段 我们要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 来不断地提高老百姓的 就医感受度和满意度 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让我倍感振奋和自豪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 我们要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托 传承先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承担新一代的历史使命 党的异地扶贫办签好政策 让我们办出大山 在城市里安居乐业 现在我又成为设计的移民工作人员 在以后的工作中会认真学习 先辈的武士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 前行前一位 办签行众 搞好服务 日前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 发布贵州省中国共产党 党内统计公报 公报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6月5号 全省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0.8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9.7万个 其中 女党员50.6万名 占党员总数的28% 少数民族党员64.6万名 占党员总数的35.7% 具有大专辑以上学历的党员89.3万名 占党员总数的49.4% 30岁及以下的党员19.9万名 31岁至40岁的党员40.1万名 41岁至50岁的党员37.9万名 51岁至60岁的党员33.3万名 61岁及以上的党员49.6万名 工人工勤技能人员6.9万名 农牧渔民62.8万名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29万名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21.9万名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8.1万名 学生3.7万名 其他职业人员7.8万名 离退休人员30.6万名 全省共有基层党委5321个 党总支部6966个 党支部84908个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采访去听一听 人民群众心中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 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一个党 它是真正的是把自己和人民 形成一种血肉关系 我心目中的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政党 无论经历了什么困难 经历了什么挫折 它都能够带领我们伟大的民族 伟大的人民走向辉煌 它是一个在微乱之中挽掉了 中华民族的一个政党 是带着中华民族从这个绝境中奋起 今年以来我们的疫苗接种速度 非一般的突破 真的让我觉得国家很安全 很有安全感 我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生活是变得更加便利的 修路 修电网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其实是真正的为人民谋扶持的 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党能够带领我们人民 过来越来越好的生活 国家越来越繁荣 越来越富强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旦之际 贵州各地群众以绘制农民画 创作剪职等形式 礼赞建党百年 在六盘水 七位画师历时近两个月 以百年巨变为主题 创作了一幅长3.46米 高1.34米的农民画作品 红色为其主色调 从乡村振兴 四心四化 产业发展等多个板块 描绘家乡发展变化 传递喜庆的节日氛围 农民画一直在记录我们家乡的各方面的变化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农民画的 去为我们的党的一百周年 做出我们年轻人心里面想说的话 在建核县 苗族简指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江文英 以一百为主要元素 创作了一幅简指作品 巨龙刻画精细 动态潇洒 还巧妙地将蝴蝶 急鱼鸟等 带有美好寓意的苗族元素 融入其中 各个生动传神的图案相应成去 一派欢天喜地的热烈氛围 伴随着《我爱你中国》的乐曲 多姿多彩的水柱 随着音乐的节奏变换着各种形态 石炳县水我云台音乐喷泉 融入红色歌曲 进行了全新编排表达人民群众 对党的热爱和祝福 由共产党日子越来越过得更好 贵阳市首批红色主题公交车 近日盛装上路 化身为流动的红色风景线 表现了对我们党的这种热爱 传续红色基因 把为民服务的这一主题 把它落实到我们城市发展中心 6月29号至30号 省领导赵德明 主持召开贵阳市委常委会 和贵安新区党工委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3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调度意识形态和对外开放工作 郭锡文率有关部门赴安顺市调研 强调 高科技产业要立足市场导向 加快创新创优 要进一步坐实教育体制扩容 为安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支撑 央视新闻报道 在贵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内 苗族群众用双语深情演唱 唱之山歌给党听 大家用淳朴的歌声表达了苗家人今天的幸福生活 以及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 为建党百年送上祝福 新华社报道 贵阳市云岩区举行 信仰百年制初心代代传红色接力活动 老中青年党员和团员少先队员 进行引领前进既往开来 蓬勃跨越三邦接力 发扬和传承红色精神 今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旦 这是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 贵州各地喜悦欢庆 各族群众激情畅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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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信号未免住 共产党他也想救中国 他持绝了人民千万党 他也想救中国 他也想救中国 他坚持了抗产 他坚持了抗产党 他坚持了人的生活 他坚持了敌后 根据的他 收起了民主好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因为城市当中 没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都没有共产党就没共产党就没有 所有民族 有鉄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贵州经济发展 购献金融力量 祝您旅途愉快